第3号台风摩羯过后 老街省保安县朗鲁村山体滑坡 导致37户家庭房屋被掩埋 致使95人死亡和失踪 在山体滑坡现场 600多名救援人员正努力挖掘土地 寻找失踪者 与此同时 台风灾后重建工作是当务之急 老街省领导已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并与保安县领导和资深专家深入讨论 为朗鲁村居民寻找更安全的地方重新定居 经过实地考察后 当局领导人最终确定了 距离被洪水冲毁的朗鲁旧村2公里的 新村选址和安置方案 15号在老街省保安县朗鲁村 当地政府就建设新的安置区 征求群众意见 朗鲁村居民基本同意新的安置区规划 安置区面积约9公顷 使用社会化资金 梁文山家庭是洪水后被动员捐赠土地 为35户居民建设安置区的8户家庭之一 当地政府已经鼓励我们 与受洪水影响的人们分享土地 我们全家都同意 我们都想增进村里居民的团结精神 让还活着的人有一个稳定的居住地 我们努力夜以即日 尽快完成工作 保证各工程项目的质量 让同胞们的新居住地 比旧的好一些且更安全 目前当地政府正部署测量仪器 进行规划和开展征地拆迁 补偿工作 决心在今年年底12月31日前竣工